HELLO, 各位朋友, 大家好, 欢迎到这次的万迷早晨节目 我们将来暑假的领队是谁呢? 大家都讨论了不少的, 昨晚又突然 烂起这个火头, 究竟两大热门坦克 和普洁天奴, 两个哪个大机会呢? 其实为什么会有这个题目走出来呢? 其实原来是有原因的 这个原因就和一样东西有关 就是什么呢? 新官上任三把火 即管跟大家讲讲究竟 为什么我们这么快要决定主税 我自己 和大家分享我的看法关于 两位大热人选 普洁天奴和坦克的 情况 首先说回为什么要拿出来说呢? 原因就是 大家都知道2月1号之后 Ed Wood退下来了 不做这个管理 他的新任 接手人选Richard Arno上任 原来Richard Arno就吸取到以往的经验 觉得我们真的要尽快 要决定主税的人选 未来暑假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主税有份参与这个转股市场 如果他太迟才决定的话 转股市场 就可能会有一些混乱 可能有机会买了他不合用的球员 又或者他想买的球员已经被人买了 所以呢 还有最后最重要的一件事 这个领队人选 除了他 拍板之外 亦都要得到 金主格拉莎的承讯 大家都知道 格拉莎很多时候做事就会丰丰丰丰丰丰的 所以呢这个 CEO我觉得也有 先见之明了 所以呢 麻烦你们足球部 John Myrtle他们 和南利克 快点帮我们决定 最好安排 我们新领队人算了 即是暑假之前 暑假的时候 可以直接去参与我们组军 我觉得这是一件好事来的 起码 告诉我们 Richard Arnaud真的做事的手法 跟Edward可能有点不同 因为 他已经很清楚 格拉莎怎样 运作 所以希望早点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早点得到承讯 OK 好了 究竟哪个机会大一点呢 我刚刚在 《麦联新闻》的群組里见到三哥 说了句话 我觉得很棒 他这句话是什么 引用三哥说的 他说学会看球 这段时间 他说经常听到有人说 学会看球 三哥就说 其实学会看新闻更加重要 不是怎知哪些是全曼联 不要用球迷角度看 要从格拉莎家族角度成员看 才能猜到 他们想哪个教曼联 绝对是一个道理 尤其是 我们曼迷早晨常说要多角度去看同一件事 三哥 就是说从格拉莎的角度 其实我自己觉得 绝对是有一个 参考性 那到底有什么好处呢 普洁天奴现在有个小小的优势呢 就是这样 因为根据格拉莎那边的方向 其实 他们就觉得 普洁天奴 第一 他容易管理 因为 比较上在热刺的时代 都挺 就是说真的 管理层 怎样呢 他都能够搞的 大家都明白了 Daniel Levy他自己在热刺 是挺惹怒的 挺离计的 普洁天奴都叫做做到 还有 试着几次 连续转呼枪 没有买人 他都可以 保持到 成绩在 所以呢 这件事有一定程度上 对于格拉莎来说 有一个 好处 另外 还有一件事更过瘾 就是说 很多记者同一时间报导 包括我看到 Manchester Saving News的 Stanley Lighthurst有报 另外三哥那段 文章也都说 原来ESPN的Rob Dawson Independent的Mark Crisley 泰晤士报的Paul Hurst Paul Heath 以及Telegraph的James Ducker 都同一时间报导 大部分的曼联球员 都希望普至天奴 成为曼联正式的主催 Manchester Evening News 就说多一点 包括 梭尔 其实他 带沙鹏顿的时候 带过梭尔 一直都跟他有保持联络 另外 曼联的其他球员 亦都觉得 他有英超的经验 亦都 觉得 他打的 打球的方法 可能都挺不错 这样 当然 他的缺点 就是 在二次 与尼尾 没法搞得 再加上去到PSG 亦都 未必管理得好 他们的三巨头 包括 美斯 尼玛 和 麦巴比 至于坦克方面 我知道 在曼眉早晨 实在很多很多朋友 都很喜欢坦克 究竟坦克 近期又怎样呢 有些事情发生 大家都知道 我就没说了 不过 如果没看过 现在告诉你 即使有人事变动 因为奥华马斯 因为这些 那些叫做 一些性丑闻 所以现在 离开了他的足球总监的崗位 在亚迹斯里面 听克在接受访问的时候 就说 奥华马斯 跟我在亚迹斯工作上 当然是相当之强的 联系 亦都是 奥华马斯 帮了他 别说帮 他们两个合作无间 譬如说他做足球总监 帮忙找球员 买球员 而 坦克就给了 资讯 他就帮他找到 对他用的球员 这个合作上 他说是非常强的 但是我现在要想一下 这件事 因为 不是关于我 我们 整个球会都要想一下 究竟怎样去处理 这件事 接受荷兰的记者 Mark 的访问的时候 另外 他在ESPN 访问的时候 他也这样说 我现在 OK的 你们都知道 明白我是怎样 想 这几天真是 很奇怪 很难过 我是完全听到这个消息 我真是 震惊 以及是一个灾难 尤其是那些受害者 那些女士 我觉得 我替他们 很心痛 尤其是对他们的伤害 但是 我都开始要看看 那些后果 好了 我现在就不会想 我自己的将来 暂时 虽然 坦克就说他自己 现在不会想 但是实际上 老老实实 奥华马斯如果真是离开的话 对于坦克来说 是有一定程度上的影响 因为好像他所说 他和奥华马斯 合作得那么好 究竟 会不会因为这样 都是他离开 亚迹士的道火线呢 这个绝对有可能 到了这一刻我就想和大家说说我自己的看法 我都很清楚知道 阿坦有很多好处的 因为我们之前讨论这个题目的时候 很多的 曼迷啊 巴友啊 都说了他很多的好处 亦有很多的报道 他在理念上 跟哥迪奥娜好似 可能曼联也希望 用他的理念 将他成为新的哥迪奥娜好似 好像哥迪奥娜改变曼城 这样 令到来到改变 我这个 我没有怀疑的 坦克的能力 我完全没有怀疑 但是有一件事 我就真的要大家认清楚 就是什么呢 坦克一直在亚迪斯 或者之前在 拜仁教博 拜仁他不是教一队的 但是他也是在拜仁 做过教练的 他不是教一队 但是他做过教练 但是亚迪斯他就是主教练的 当然 但是两个环境 无论是拜仁或者是 亚迪斯都好 都是 球队的管理架构很清晰 分工也都非常清晰 就是说 两个机构 两个球会都是一个 well established 已经成立了 我不是说球会成立很久 我们曼联的球会也成立很久 但是在管理架构那里已经是 清楚 分工清晰 而且是很稳定 最重要的事情是稳定 好了 你试想像一下 一个这样的环境 我不知道这个形容 有些不贴切 有些在温室里面去做他要做的事 让他可以很集中精神做他需要做的事 就可以了 很多其他的事他不需要来 好了 如果他现在这一刻来到曼联的话 大家都知道我们的管理层现在是 正所谓 刚刚Richard Arno才上任 新手CEO John Myrtle 上任足球总监 都不够一年 新手 足球总监 现在有能力 叫做帮助他 再加上无端端有个 技术总监的废查 其实没人知道他做什么 当然最重要就是上高还有个 格拉莎 所以大家可以试想像一下 在环境方面 曼联的管理架构 或者管理架构的稳定程度 相比起 不要跟华人比 亚迹斯是否都差很远 刚刚坦克先说过 他跟奥华马斯的工作关系是很重要的 对于他的 亚迹斯做事来说 其实他很倚靠其他人去帮他 做一些不关他事的事 而他就集中教授对波就行了 曼联是给不到这个土壤给不到这个环境 暂时这一刻 所以 如果他真的在来的暑假 他就来到的话 我相信 我敢预计 他将会面对的困难 是他自己可能都未想像到那么夸张 我不知道大家认不认同这一点 但我自己觉得这件事很重要 所以 如果你问我的意见的话 在现在这一刻 我自己觉得 在来的暑假 大家都知道我一向都很崴拜 保哲天奥的踢球的理念 以及他教 手法 这些我不会再重复的 因为很久之前都说过 听得到来的朋友都知道 现在来说可能有个影响 就是 他之前教一次是很好 教到年轻球员 但是他其中一个缺点 保哲天奥 就是他未教过大牌 现在去到PSG 就是不行了 对着 尼玛 美斯 但是 我想跟大家说 这件事 反而对于我的立场 是帮助了他 为什么这么说 其实听得久的朋友都可能隐约会记得 当时我想保哲天奥来 我都不想他直接来 我想他去一些类似黄马的球会 跟着才来 为什么 第一 要拿一下 拿锦标的感觉 他现在虽然不是拿到很多锦标 但是也算是拿过锦标 打破了他拿不到锦标的命运 第一 第二 让他学习如何与大牌球员 保哲天奥这些 正所谓 以我看到的以前的做法 他一直不停地学习 他经历了一些事情 他学习到一些事情 而正在PSG 学习如何与这班大牌球员 说真的 他真是不简单 他不是与一个大牌球员 他与 最少三个华尔以上的大牌球员 大哥 你想想 最大牌的三个 麦巴比 美斯 尼玛 他一次过要满足他三个愿望 一次过与三个 马坤努斯 莎尔拉莫斯 你猜过那些小鸟 对吗 所以他现在要处理的事实在是 我说真的 我世界上 除了斯丹之外 没有多少个领队 有足够的 威严 或者有足够的分量去做 说真的 斯丹做不做到都不知道 所以 他要在 PSG 管理了这么多的大牌 基本上是 Mission impossible 但是 经过这一次 他有了这个经验 所以我觉得 如果他真是 暑假里马联 他会带同这个经验 来到的时候 他要管理斯朗纳 或者其他的 Buno 我觉得他就会 容易得到身边的数 因为有了这个经验 还有说真的 我自己觉得 我自己个人的 愿望就是 普巴是离开的 起码搞笑一个 是吧 还有 他 已经 习惯了在一个这么困难的管理架构 就是管理架构 那里做 因为在二次 你以为容易 在PSG 两个 这两个 球会和拜仁和阿迪士赚刚刚相反 正所谓 乱乱家人 很多 山头要搞 他也 在这方面 有了经验 而且他在二次 不是 二次就不是很多山头 不过老板很难搞 我们这里的老板也不容易搞 他也有这个经验 所以 我反而觉得 我自己看万联的管理层是怎样做的 应该是 保治天罗来了 签两至三年约 不要签一多 两年约是最好的 如果他制裁的话 两年至三年 说真的 可能不到他不制裁 只要欧联被图打出局 PSG是炒硬的 他是没什么做的 如果我们给他二加一约 其实我觉得 他应该接受 二加一约 为什么这么说呢 by time 为什么 难力克理论上是在帮 我们卖联去建立一些 稳定的管理架构 以及希望 将我们的管理部分 慢慢由现在的混乱 带到稳定 老实说 保治天罗来签二加一 看看他能否搞定 如果他带得好的 就继续 但是如果在两年之后 他真的给不到成绩 天气不似预期的话 当时 当我们的管理架构 经过南利克和John Myrtle去做 甚至乎Richard Arnau 都是 比较上 我当然 主观地希望 真的可以两年时间 令到我们的 情况比较稳定 等我们搞定了管理层 才请坦克尼 那个风险 是比 这个暑假 立即请坦克尼 而保治天罗正正就帮我们做到这个 Bridge 这个桥 不知道大家同不同意 这个就是我 对于我们的领队的看法 今次来到这里 多谢各位新收睇 拜拜 拜拜 谢谢大家